歡迎大家執行長 黃仁勳 今天是再度驚喜的 現身了國際電腦展 他在現場就脫下他的招牌皮衣 就給記者說 你來試穿看看 結果現場大家都笑說 我穿在身上的 真的就叫做1兆元的重量 他還當場捲起袖子 大袖手臂上面的刺青 但是面對AI的產業 黃仁勳是大戰台積電 也預告合作會大幅成長 AI教父黃仁勳脫下招牌皮衣 先是大受手臂的揮答刺青 再大方把皮衣遞給記者試穿看看 一兆元的重量 還真不是人人有機會體驗 黃仁勳連兩天現身電腦展 拍照簽名來者不拒 不過大家關注的焦點 還是在一兆男黃仁勳 竟然連續無次開金口 唱名廣達 實在太棒了 更就現場的媒體分析師 一起到攤位看看 從二館直接走到一館 花了超過五分鐘 就是為了世界首款AI超級電腦 而同時另一邊也不忘大讚 護果神山台積電 至於NVIDIA策略就是希望能有最大的多元性 並因此除了台積電3C 也即將開放英特爾代工 這現在是超級電腦電腦 無數連蓬勃都驚呆 說這已經是搖滾巨星等級 東森內新聞 我們配有訪問 台北報導 糟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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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蹟